來 叫做 一 從這個小小的 一 一 段 段 子 練 一 三 五 七 好 再做一次喔 來 有沒有人記得 那可以跟我一起練喔 來 再一次喔 一 一 段 段 子 一 段 子 練 一 三 五 七 好 現在我把手伸出來 裡面也伸出來 那你們唸給我聽好了 來 開始 一 一 段 段 子 練 一 三 五 七 那 我現在來講解一次 第一個屏呢 就是寶特屏 所有的塑膠瓶 第一個是所有的塑膠瓶 好 那麼這個瓶罐呢 上面有回收標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所以就代表它的 它的回收的再利用的價值 一號是最好的 可以做 可以回收做毛毯 做衣服 那我們的毛毯呢 就拿去國外去證災用 好 然後這個 所以 最好不要喝 最好不要買 今天 今天大家喝的是瓶裝飲料的 請舉手 沒關係 勇敢 誠實 有 對不對 我知道齁 可是齁 我希望大家以後 多喝媽媽 幫我們準備的白肥水 是最健康 又最便宜 好不好 那因為 因為這個寶特屏的製作 它必須要耗石油 還要耗水 所以齁 這個蓋子有時候是鋁的 有時候是鐵的 有時候是軟木塞的 有時候是塑膠的 所以我們也要把它分開 好不好 然後 維生液的玻璃瓶 也一樣可以節省電 跟節省水 再來第三個罐呢 就是 魚罐 魚罐呢 它跟鐵罐有什麼不同 它跟鐵罐有什麼不同 它比較軟 它鐵罐比較硬 對不對 還有一樣東西可以 辨識它們的身份 用磁鐵 好啦 你要是不知道它是鐵 或你用磁鐵去吸它 鋁罐它不能被吸 鐵它能吸住 OK 好 就是兩個鐵 兩個罐 那再來就是紙喔 然後紙啊 有分成紙箱 還有 廣告紙 黑白紙 還有書報 對不對 報紙啊 那這些都要回收喔 剛才你們是不是 有聽師傅講 一棵幾年的樹 一棵幾年的樹 等於50公斤的紙 20年 你們都有在聽耶 真的 很好 你們都沒有睡覺喔 好 所以呢 我們要按用紙喔 像啊 慈濟喔 鎮炎法師喔 它怎麼用紙的啊 它是一張紙喔 寫上鉛筆之後 它還要用原子筆 再重複的使用 用完了之後 再用紅色的原子筆 再使用 這樣子丟了是不是 沒有喔 它還可以再用毛筆 再給它寫一次 你看看 給它賦予好多生命喔 所以我們要愛惜紙喔 紙喔 它可以把我們的土地啊 拉拉的抓住喔 而且它可以喔 給我們很好的氧氣啊 如果樹都砍掉了 一下大雨 或是刮颱風 它馬上就吐石流喔 那會造成很大的天災 那再來就是電喔 這個電就是 電池跟電燈泡喔 那這個電池跟電燈泡喔 那這個電池跟電燈泡 它有六種毒喔 如果你都不回收 把它丟到垃圾桶 送到焚化爐 喔 那就會產生大澳心 那如果呢 把它掩埋在土壤 喔 它那個毒啊 就會滲透到土壤裡面去 那種出來的菜 能不能吃啊 不能吃 而且那些動物吃的那些 那些草丸也是會 也是會有毒的啊 那我把它丟到河裡面 丟到海裡面去 它會污染整個大海耶 所以生海裡面的魚啊 說不一定也不是健康的魚耶 所以啊 電池跟電燈泡 一定要注意要回收 那再來呢 就是衣服啦 這個有一點 有一點缺了 有一點露了 衣服我們夠穿就好 然後穿乾淨 穿整齊 這個人看起來就會很有氣質 很有人文 喔 我不追求名牌 喔 我不追求流行 因為流行很快就過了 所以呢 衣服只要夠穿就好了 破一點點 第二個釦子我們只要把它縫好 洗乾淨 一樣穿起來一樣 只要你搭配得得體 出去走出去 你要會說 啊 你好端裝喔 你好漂亮喔 再來呢就是 山就是屬於山西喔 山西是什麼產品 各位應該比我更清楚囉 像現在的科技的產品 電腦啊 像光碟啊 還有硬碟啊 還有零組件啊 這些東西 這些是可回收 再來就是五金喔 五金啊 就是包括鋁啊 什麼水管之類的啊 那種 那種 銅啊 鐵啊 之類的 這些都是一樣可以回收喔 回收再利用喔 那七呢就是其他的 前面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提到的 什麼沒有提到 塑膠袋 有沒有 沒有提到 保麗龍 還有呢 還有什麼沒有提到 還有那個 汽車啊 摩托車啊 還有那個 雨傘啊 有沒有 你看那個雨傘 我看到 哇現在的雨傘喔 那刮大風就壞掉了 所以就丟了嗎 沒有喔 雨傘啊 這個布啊 可以剪下來喔 然後這裡面這個鐵啊 就可以回收啦 然後呢 還有志工把這個雨傘 做成很漂亮的圍兜兜 所以呢 好 這就是我的實質口訣 好